这一盆铁线莲里洋村庄中间的这一个枝条 上一次开完花之后给它修剪了一下 大家看现在这个芽的话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可爱的芽点 这个时候它对氮肥的需求就更大 因为长叶就需要氮肥 所以现在我就来给它施点这个醋苗营养液 让它长得更快 这个醋苗营养液还是老规矩 两升水用两瓶盖 然后再给它喷叶 因为我这个浓度稀释的比较低 如果这个是大晴天的话 天气好的话 三四天左右就可以给它喷一次 如果浓度高的话 建议一个星期左右喷一次 再给这一盆水晶喷泉也喷一下 之前给它喷过 大概是四五天前 大家看喷完之后 这个明显新芽长得更快 简直是一天一个样 OK OK